主席各位同仁,我們請秘書長,還有陳部長,還有汪書長一起上來 來來,都一起上來 我認為,立法委員的命不值錢 立法委員的命,其實我是講心裡的話,立法委員的命跟立法委員的傷,比起一般國民來說,沒有什麼兩樣 所以我坦白講,我不贊成特別針對國會議員受傷,特別追究 要追究是所有的案件,要一視同仁的追究 剛才包括陳和波委員跟陳新潘委員的質詢,我都聽到了 我不能理解的是,這個事情從3月24號到今天這麼久了 那麼其實也快要一個月了 這些影像不斷的出現 然後各位要告訴我們說你們查不出來 那我這樣問好了,我先給各位看一個圖片好了 我們從頭再來看 也就是說不斷出現的這些畫面,像這一位 我們的這個員警 他就是在行政院後面的北平東路 這個幾位沒有看過這個畫面嗎 你們有沒有看過,你們告訴我 有沒有看過,都沒有看過 署長看過,部長看過嗎 好,這一位是誰 你們有沒有去查 你們要告訴我說這個人辨識不出來嗎 這是哪一個單位的 哪一個單位的 蛤?哪一個單位的 來啦,上來啦 不是,是哪一個單位的嘛 你們到底知不知道嗎 說明一下吧 知道趕快上來,不要浪費大家的時間啊 你自我介紹一下,您是哪一位 沒有 您是哪一位 我是警政署督察室主任 那這是哪一位 這個我們有請台北市查 但是他們現在因為查不出來 為什麼有請台北市查,因為這是台北市的原景 相關的 這是台北市的原景 不是,他是支援的單位 所以你們不曉得他是哪一個單位 那個背章也沒有去查過 你們沒有任何的見識器材 可以知道這是哪一個 那個背章是哪一個 你們都不知道 那我認為 你們的這個辦案能力未免也太差了吧 這樣的一個人 他有制服有背章 跟你講有地點有時間 那個範圍可以限縮到最小 一個月了 我覺得坦白講 我覺得這是警察之恥 警察之恥不是這一位 他有可能有各種的情境 讓他這樣去打人 這個我都不管 那個畫面其實那天跟院長質詢也 整個呈現得很清楚 一下令他就開始衝出來打人 打的都是手無寸鐵的人 那我說警察之恥 是因為這個畫面這麼清楚 你們如果有心去查 你要告訴我你們查不出來 你們在場每一位通通都應該要撤換 那我們怎麼信任 警察有辦法查案呢 我們怎麼有辦法相信我們警察的辦案能力 然後我們請這個刑事警察局的這個林局長一起上來 你告訴我說 我們刑事警察局我們的刑事見識能力 會不會查到這個人沒有辦法辨識 請你告訴我 我們現在刑事警察局沒有那個做人臉辨識的這種設備 所以呢 這個包括他的背章 你們也沒有辦法辨識 那個背章 那是哪一個單位的你們沒有辦法辨識 那背章要看有沒有號碼 有沒有 是嗎我不知道 他有號碼 如果這個影像這樣你們有沒有辦法辨識 你告訴我 因為我現在看不到啊 我沒有叫你現在看 對 可以 如果是這個唯物不辨識證的話 我不管是誰 我不管是誰 哪個單位 警政署請你告訴我 這一位員警 你們多久可以辨識出來 你們告訴我吧 多久 來署長 多久嗎 這個單位是哪一個單位 這個地點我告訴你了嘛 在行政院後面北平東路嘛 這網路上面所有的這個這個影像 都可以截取得到啊 無論是刑事警察局 無論是台北市 你告訴我哪個單 這個單這個人 多久可以找出來 多久 多久嗎 我不管你現在為什麼是有台北市 我不管嘛 我現在問的是警政署 如何對他的這個 呃 嘎斯輪告訴我 事實上現在有一批 照片是交到各單位去 交到各單位去 所以你們叫各單位自首 說這個人是誰 你們為什麼沒有 由我們的刑事監事單位 就把那個被章 這麼簡單 有號碼 有 有單位名稱 你們告訴我查不到 蛤 三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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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禮拜一 二三四 禮拜四我們內政委員還開會 我希望三天能夠把報告交到內政委員 我們看下一張圖片 好 這個是 那個台中的林老師 他是在 行政院的後門 被打的 這個新聞影片 各位應該都看過 他被打的不只一棍 他已經倒在地上了 繼續攻擊他的頭部 這個是 有沒有蓄意殺人的這個 這個意圖 這我不知道 但是他已經倒在地上了 那個警棍不只一次打在他的頭上 好有時間有地點 就是 這個署長你告訴我 你們知不知道你們去調查這在什麼地方 你知道這個發生在什麼地方嗎 知不知道 來督察室知不知道 發生點應該知道 時間知不知道 蛤 已經一個月了你們 警方的調查 都這樣嗎 我現在所舉出的 通通都是最受矚目的 被標誌的最清楚的案件 不知道 知不知道 知不知道 不知道 這個案子發生在 你要說明嗎 發生在哪裡 找不到 這個案子 這個案子是發生在24號凌晨之前 在行政院的後門 好 我要問的 從我們從從來沒有看到打人是誰 但是是哪個單位的 你們查得到查不到 我請問一下督察室主任 在行政院後門之內 是台北市政府 的六個分局其中一個 是不是 你們有沒有在查 你告訴我有沒有在查 我今天不拍桌子了 有在查 有在查 一個月之後 你連單位都沒有辦法告訴我 你們在查什麼 你們查個屁啊 你們在查 你們發下去給各單位 自己來承認自首 這棍子是誰打的 你們用這樣查案的方式嗎 我既然下次查通緝犯 你就公佈說 通緝犯在這裡啊 你們自己來自首啊 警方全部猜測都要算了嘛 你們只要發佈說 大家來自首就好了 你們在查什麼 我們看下一個影片 下個影片是 沒關係 這個就是那個 剛才吳醫生委員質詢的 那位王醫師 這個影片裡面 你們 我不曉得你們有沒有看過 他非常清楚 他的頭部被 一位遠景 用拳頭 把他打 打在地上 然後他就 尖銜發作了 這個 穿黑衣服的 霹靂小組 對不對 攻擊他的 是霹靂小組嗎 沒有錯吧 是不是 對不對嘛 你們有沒有看過這個影片 有沒有看過 哪一位看過 都沒有看過 不過以這個服裝 以這個服裝 以這個服裝來講 應該是台北市的特勤中隊 台北市的特勤中隊 是啊 那就單位就出來了 一個月的時間 你們有沒有查 那個遠景動手之後 被旁邊的遠景把他拉住了 這個其實動作看得很清楚 那是誰 這特勤中隊 所以我在中正義分局裡面也看到過 那天 後來這個 這個他們也在裡面 那是哪一位動的手 把一個赤手攻拳的人 打到 攻擊他的頭部 然後他倒在地上 後來的遠景幫忙 急救 那是誰嘛 你們在查什麼 一個月到今天 這些影像 都不是秘密 每天都在網路上 你們都看得到 你們的查案的方式 就是這樣 發下去大家來查 你們去看是誰 你們有查嗎 你們沒有查嗎 你們怕查出問題嗎 對不對 你們根本沒有要查 所以我接下來要問一下 行政院 民主長 你們院長告訴我們說 警方在查 警方就是這樣查的 那你有辦法對 你有辦法對 社會做交代嗎 有嗎 有嗎 我們還是要盡快的去 那誰查 你交給警方自己查 結果就是這樣 誰查嗎 你行政院要對大家做交代啊 對不對 我們看到 2004年的凱道 國青的 國青的集會 後來的紅山軍 都是我們王署長 在馬市長 下令之下驅散 那個我們從畫面上看到 群眾拿著棍子拿著汽油彈 發生衝突 發生衝突 但是這裡的群眾沒有啊 即便有一些攻擊員警的行為 但是比較以前都沒有那麼嚴重 也都被制止 今天為引起社會反彈的最大的原因 是在於這樣的影像不斷的出現 社會其實是要求 包括州委員 包括這些 無辜受害的人 不管他們個人追究不追究 你政府要有一個態度 要能夠查得出來嗎 難道不是嗎 難道不是嗎 對不起我再 再佔時間再問一個問題就好 我再問一下 那一天發生事情之後 行政院先發了新聞稿 說江院長啊 這11月23號 晚上10點12分發的 我要請問一下 10點41分發的 要求內政部警政署加派警力 行政院為什麼不是加派 要求內政部 為什麼是要求內政部警政署 行政院應該是要求內政部啊 內政部然後請內政部去要求警政署啊 這是什麼原因 為什麼跳過內政部 你們要告訴我 我想那一天這個院長大概跟這個陳部長打過電話 陳部長有沒有 有啦齁 那我跟您請教一下 內政部有沒有把這件事情跟總統府做報告 沒有 我請問一下民主長 行政院有沒有把這件事情向總統府做報告 我有跟院長報告大概這個行政院裡面的事情 那院長有沒有跟總統報告我不知道 所以行政院到底誰哪一位跟總統府哪一位報告的不知道 那我想請問一下警政署有沒有跟總統府做報告 沒有但是後來後來總統的秘書有打電話來問相關的狀況 所以總統的秘書有跟警政署問沒有跟行政院問 沒有跟內政部 有沒有跟行政院我就不知道 但是沒有跟內政部長問嘛對不對 陳部長說沒有嘛 我們看下一張新聞 這個李嘉飛說他在11點58分 他對記者講說 事件發生後馬總統第一時間接獲行政院警政署回報 所以你看這個其實這個短短的這一句話其實很耐人尋味 也就是說行政院有跟總統回報 警政署有跟總統回報 但是呢內政部警政署內政部呢 沒你內政部的事 好 警政署跟行政院回 跟總統府回報 其實也很特別 我不管是主動是被動 總統府沒有打 沒有去問行政院 也沒有問內政部 就直接問了這個警政署 還大剌剌的告訴大家說 警政署跟行政院都跟總統回報了 所以 陳部長 我其實不應該跟你拍桌子嘛 你在這裡根本就是外人嘛 對不對 都是 你根本就是外人嘛 好啦 這個其實不是我今天要問的重點 我只是要凸顯一點 如果我們的政府都要靠著警力 來維護統治的穩定的話 就會出現我們 今天看到的狀況 當人民流血受傷 沒有人敢去查 交給警方自己去查 那警方查的態度也就是這樣 所以周委員受傷 那也不算什麼 因為人民大家都 這些參加的人民都有可能流血啊 警方的態度就是這樣啊 然後行政院連 那些 是不是委由另外一個單位查 都不敢講 都講不出來 多久給我們一個答覆 這樣子清楚的影像 就打迷糊仗 你以為我們這些 我們僅有的國會的調閱權在這邊 我們不會盯著 想辦法追出一個結果嗎 你們再看著辦吧 謝謝 謝謝 謝謝